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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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锁定目标很容易 在福华街一个大厦单位内 以威胁侵犯去 拘捕一名20岁的本地男子 据说这个男子没有前科 也没有精神病记录 那之后会有的了 现在不是瘋子的 就不会这样瘋子 在一个姿势里面 连患犯案 你看到百名女学生 插帽 红袍 即是你说一刹那 你来非礼我好地地 你无论如何抱起我 嚇死的 第二 第二单 这个老人我们上次讲过 86岁的这个老翁 即是这个在土耕华人的色魔 冬昌西网踢爆他那个 那因为 冬昌西网上网 就是电视 警方留意到传媒报道深入调查之后 就在25号 在上乡拘捕姓廖的老翁 86岁 25号 即是星期三 四 谁知道 警方说 在29号中午12点19分 又接获一名32岁的女子报 或者在九龙城道上乡道交界 懷疑被一名老翁非礼 警察赶到之后 涉嫌非礼 拘捕同一名姓鸟的86岁老翁 正被扣查 那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去报案呢 这个就是传媒的力量 和揭开一些东西的力量 如果不是之前有这样的赤爆呢 去那种嗨一嗨的那些 人家真的未必会在意 就是因为 吵你了 母亲之前知道有这样的事 是吧 吵你了 他当然不怕你 86岁你又被他保释 你妈妈就错了 现在不要被他保释 他真的不怕他 他真的不怕他 他真的不怕我 他真的不怕我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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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敢敢厉害 吵你了 这有什么意思呢 那牛奶冰室被人说 他用预製法 那些人说 有没有搞错 牛奶冰室有网友跟我说 有老友跟我说 他很正的早餐 我到时候都没去吃 但是他负面新闻都挺多 有网友说 有没有搞错 三国八人民币 他可能不用这么大批 一个预製法 这个碟头粉用六七十元 不值 被人找笨 我都不想说这些 没什么好说 有什么找不找笨 关键是好没有吃 你说就算他三个八 他可能便宜些 他甚至乎他送得预製的 加上十二元 他送可能连上饭十二元 一杯东西两元 十四元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 别人不用多粥 那关键就是很好吃 如果不好吃 好想看我说 那些饭都不能够 你想像个萝卜糕那样 那当然不能够吃 萝卜糕 你想像萝卜糕那样 你说 喂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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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吃 就算北美洲、歐洲 很多食肆都是用預製送的 那你怎麼樣 好吃一定沒有那麼好吃的 那些點心都是 中央的 派過來蒸飯鹽 沒有辦法的 所以難好吃 你的食物不同 你即食即煮可能會久一點 可能它鹹 你不說鹹因為它不下鹽 為什麼不下鹽一個趨勢 那你不自己下兩粒鹽 你現製現造的東西是不同的 問心一句 我不管你 你不要吃牛奶公司 你不要吃牛奶冰室 你如果不好吃 你現造的就夠你了 只要你下70元 說真的 吃什麼都要了 真的很慘 好了 這一件可以說一下 馮素波 馮素波大家知道是誰 就是Anson O 馮素波原來的先生走了 有些異文 就是奇異的新聞 她是七公主的大家姐 馮素波 蕭芳芳 蕭芳 陳寶珠 馮寶寶 七公主就沒有黃海鳴的 馮素波 我小時候都會背這七個 都沒有黃海鳴的 不是的 審點下那個是四代金花 沒有審點下的 馮素波 審什麼 審之華 審之華 陳寶珠 蕭芳芳 馮寶寶 我們小時候都會認識 因為那個年代七公主是真的 黃海鳴好像有 黃海鳴好像有 蕭芳芳 蕭芳芳 好意 好像一塊 沈之華 好了 她是大家姐 原來2021年 馮素波 就發現大腸有樓 改變了她的人生觀 話說話 我們有個網友上來 買這個蕭清草 她說 你這個蕭清草也不行 減肥 然後説不忍再死了 她剛才沒有大便 他驗了,有一顆瘤,12月才要快驗一顆瘤才知道應該怎樣做 才要等12月,這樣我就在忙,有多人,我沒有跟他說 我覺得如果你現在這樣,不要客氣,趕快找個私家醫生去回覆一次 快就要生日子了,無論是好東西、壞東西,是不是cancer 趕快要搞,他就不要說死怎麼死,40多歲 不要說死怎麼死,有病積極去醫 就算是搶癌,也不是一件迫丟的事,特別是年輕,很多人可以做的 不要等12月了,聽到了,趕快找個私家醫生,錢都要花了,沒得談 近日他就現身ViuTV,琴及他老公三七回運時的情況 他說,馮素波說他小時候,一直都有很多靈異經歷的體質問題 曾經三度搬屋都遇上靈異事,有兩次就懷疑見到自己父母顯靈 昨天他在ViuTV的晚風總有一瓣,在左近這個節目裡分享他的靈異經驗 其中一個就是跟他先生有關的 他說他先生當年因為中風,進了醫院 波姐說,那時候他留意過幾月就走了 中了風之後,我在醫院見他有手有腳,好像撐船不停地動 左手握著拳頭,我見他的手和腳甲都長,就跟他剪 因為左手握著拳頭,我打開他的手,雖然他有洗澡 但他的手的水沒有吸乾,所以他有醫院的藥水味和酸縮味 所以我每天都用棉花棒去洗一洗,他還沒過身 那時候,右手,其實右手右腳就成為爬艇那樣爬 其實大腦中風之後,不是那麼指揮到 通常是左腦就控制右手,右腦就控制左手 左手就經常握著拳頭 他見到,有時要剪指甲,因為有一次見到剪指甲長 就抹開他的手,發現原來他的手的水沒有乾 所以有一陣藥水味,或者洗澡水,有陣酸縮,因為手沒有乾 他一洗完澡,他不聽控制,就有一陣陰味 後來他先生終於離世了 馮嫂波說他每晚都會在佛壇念經,家裏有個佛壇 他有一晚,他說他心情特別難過,所以坐在佛壇念經 誰知道他看到房門的門教,突然聞到他的手的酸縮味 整個佛壇都有那陣味 這個就是在事之前,他先生可能是沒有酸縮味的 這件事就很奇妙了 就因為他的手拿著水,不乾 因為老實說,醫院怎會和你慢慢擦乾淨 那就宣縮了 好了,整個佛壇看一看,咦? 然後他看一看房間 鑰匙在我老公收起來 因為原來波士說他的門的鎖是夠了 那陣子按下去是開不了的 所以幾間房間連門匙都是他先生收起來的 可能他提我找鎖匙 如果不是到鎖匙了,那我就怎樣進去? 大家要明白,即是說他家裏有些房門 或者那間房門,那陣子是壞的,大家承認都已經過了 所以一粒的按進去,才會反鎖匙,開不了的 他突然看著鎖匙,就有一陣味 於是他想起,難道他先生提他,要找鎖匙出來 好了,他練完經之後,阿波士說 他走到他先生生前用了一張寫字袋 就看到一個環保袋很多眼睛放在櫃桶裡面 裡面原來就是有些房門鎖匙,還有護照,入籍紙,還有一些現金 之後我就想,難道他預料自己會有這樣的一天 如果中風之後出來,在學都未必會去銀行禁機 所以就放了一些錢在那裡 他入院前那兩晚就跟波姐說 他說醫生可能要做個心臟微創手術 他說如果可以轉食藥,就不用做手術 他跟波姐說定,你跟醫生說,我會吃那隻藥 我呢,都想玩多一兩年,但是就不想開刀 即是膠帶定在那裡 阿波姐說當時都是想走馬家旋的 誰知道那天他進醫院就沒有出來 那我覺得呢,在醫院呢,我就帶了 我覺得這些醫院呢,就帶了 找回他在外國的兒子的身份證 說什麼呢,這裡寫到 其實我有看過訪問的 他覺得這個醫院呢,是帶他去找回他的兒子 原來,為什麼這麼好奇呢 原來第二天呢,他問米 大哥,回來沒有 我有個歸了在弟父 就說那天是大哥的三七 大哥的意思就是去老江 去弟父 原來那天他聞到那個味 他的手,即是那個孫淑美的手 就是他,武功的三七 就是製犯了 波姐就說 在疫情期間呢,有一晚 發夢問,我要坐什麼 我要上班坐什麼車呢 誰知道呢,就有一把聲 跟他說在夢裡面 你打開一扇門,走到對面 就有車上班了 我打開一扇門,見了一條河 水流很急,還是米黃色 我又不懂游泳,怎樣去對面的車站呢 接著就見到我先生在旁邊 左手握著我右手 右手握著四方盒 身上穿著他最喜歡的白衣衣 拉著他跳入河 接著他拉回我頭上的水 又放開手 我順著水流過對面道門 之後就沒有再見過他 這些東西呢 其實呢,我覺得呢 你想多了 反而呢,我們聚焦在 他講的一九九 聚焦在那天三七 會聞到那隻五 你看到那個門裡 突然間那個門閉了 然後聞到那股味 然後你的心念一轉 難道他為何按著那門呢 就去那裏 找回一張 拿回袋子,很當眼的 有鎖匙 和剛才講的 找回一張 老公的錢 鎖匙 和外國的兒子的身份證 嗯 因為呢 他們有個兒子在外國 嗯 剛才想說 如果你找不到他 到時候兒子想回來 你始終他老公收了一些東西 現在交代定了 有時候很難說 他老公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未必知道他快要死 人好像不是預感 是冥冥中做了這些東西 即是交代低的 OK 好了 之後呢 馮素波身體出現問題 再進醫院做手術 有個朋友就看著他 說我來探病的時候 他說 大哥很開心 很疼你 我初初以為 那時候他中了一封 不出院 就是不想我辛苦 怎知他說這幾次來探我 見到大哥很開心 原來他見到我身體在我旁邊 那個朋友還說 大哥見到我身體健康 就很開心 他呢 馮素波就見 那些朋友似乎 都叫他老公做大哥 他說 那個朋友去探病的時候 見到他老公在那裡 就說 大家都很開心 很疼你 那些朋友不害怕嗎 他老實說完 他去探病 見到那個病友的老公 死了 在他旁邊 他說 我會害怕 真的不知道 我就說 我不害怕這些 但是 講到這麼平常 很神 我真的覺得這麼神 他那時候說 馮素波就說 初初以為他中風不出院 就是不想我辛苦 其實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這樣說 譬如我老爸 忽分地咬走了 他說 他老爸疼你們 不想你們 喂 難道我去醫院 這樣說 原來我的朋友說 他這幾次都來探我 我這樣說 Anyway 這些客人多謝說 但是你說 是不是會有 這樣呢 因為我早前 我會說 我媽媽淹味 真的 很大淹味 很明顯 都不奇 特別是生失這些環境 Anyway 現在你 就是沒辦法 人沒有了 都是有這樣的事情 好 休息一會 到我 我來 有這樣的 保安 是 你 得不來 你 你 那 有 有 也 你 有